現在要叫光速 光的速度 光速 生活中 不是生活啦 就是現實情況下 光速快很多 幾乎是 好像無限快那樣 所以呢 聲速比較慢 所以雷雨交加的時候 先看到閃電才聽到雷聲 因為光跑得比較快 所以傳說中啊 傳說中 所以說什麼 那個 電母要先閃一下 然後雷雨交再去打人這樣子 就現有才能再有雷聲 不過有個問題是 你被打死的是閃電打死的 不是雷聲打死的 然後高空焰火一樣 就會先看到煙火 光先看到 然後才聽到蹦蹦的爆炸聲 因為聲音會比較慢 所以先看到煙火才聽到爆炸聲 那麼有一些人要嘗試要去 測量光速 那個咖哩列大人要測量光速 他的方法很好很正確 找兩個服務員 時間對好 相隔一公里還是幾公里的三頭 左邊一個右邊一個 到約定時間 比如說晚上十點鐘 請左邊三個人把他的燈籠布掀開 光傳到右邊去 右邊看到光過來就知道 右邊的布掀開 再傳回來 那就有來跟回對不對 然後距離以之 時間以之就算出來的速度嘛對不對 這方法非常的好 就叫做光速開快到無法測量 就是 你的時間花在仙部上面 時間花在仙部上面 所以就失敗 然後呢 這是第一個 利用天上的方法量出光速的 這不重要 這個在高中重要 飛左大哥 第一個在地面上 用有限距離量出光速 國中有人問你說 誰第一個量出來 誰第一個在地面上量出來 答案叫做飛左 答案叫飛左 這高中會講得比較仔細 比較重要的是這個 這兩個大哥 叫做富可跟麥克森 他們做實驗 因為他們的實驗結果 最後帶出了相對論 他們的實驗結果 最後帶出了相對論 所以這個實驗在高中 會仔細跟你講 那它是重要的方法 那國中看過去就可以了 OK 反正就是有一些神奇的人 用了一些神奇的方法 量了一個非常非常快的速度 把它量出來 它到底有多快 有多快 OK 有多快 有這麼快 我們通常用C來表示 有C來表示 這麼快 超快 每秒三十萬公里 或者是三乘以十的八次方公尺 這個數字 你要背 我三年級的時候要用 每秒三乘以十的八次方公尺 這個數字 我三年級要用 你要給我背好 然後或者是每秒三十萬公里 我不喜歡你跟我講什麼 一秒鐘繞地球七圈半 那個沒有數字 沒有數字 沒有數字 然後呢 真空的光速 在空氣的光速跟真空差不多 通常就當作是一樣大 通常就一樣大 就是三乘以十的八次方 三乘以十的八次方 OK 這個數字要背 我三年級要用 每秒三乘以十的八次方公尺 這個數字我三年級要用 或者是每秒三十萬公里 那 有一個狀況是 我們的不同顏色的光 不同頻率的光 在真空的時候 光速是一樣的 可是在有介質的時候 會不一樣 第一個呢 是在介質中的光速會比較慢 比較慢 比較小 所以真空光速最快 其他比較小 那麼 同時呢 同樣是穿過玻璃 紅塵黃綠的光 它的 減慢的情況是不一樣的 因為它減慢的情況不一樣 所以後面會出現一個色散 那以後再焦 所以也就是說 真空中各種頻率的光 光速是一樣的 可是在介質裡面 不同頻率的光的光速是不一樣的 所以會產生色散的現象 然後你要背一件事情 好 你要背一件事情 好 從一個介質進到另外一個介質的時候 因為它的光速會變 所以它會前進方向會變 這個叫做 折射 未來會焦 也解釋一下 為什麼速度不一樣 前進方向會不一樣 然後呢 頻率不會變 這我講過了 我們講過說 聲音是這樣 光也是這樣 同一個聲音 在任何介質頻率不變 同樣的 同一個光 在任何介質頻率也是不變 紅光穿過玻璃是紅色 通過空氣是紅色 進到水中還是紅色 頻率一樣 波速不一樣 頻率一樣 所以波長會不一樣 所以波長會不一樣 然後呢 有些東西被吸收 所以亮度也會不一樣 亮度也會不一樣 就是告訴你說 這些有些會變 有些不會變 重點就是頻率不會變 頻率不會變 然後傳播方向變 叫折射 未來會焦 你要背這個 上面那個不用背 四分之三 三分之二 這個可以不用背 這個高中生有用 叫做折射率 這個數字 水的速度是空氣的四分之三 玻璃的速度是空氣的三分之二 在高中生有用 叫折射率 可是國中沒有折射率 沒有計算體 所以這個數字沒有用 可是下面這個要背 真空空氣水玻璃 光速誰壞誰慢 真空大於空氣大於水 大於玻璃 基本上是跟聲音相反 聲音是固態大於液態大於氣態 倒過來 倒過來對不對 倒過來 所以這要背 這個未來要用 未來在焦折射的時候要用 你要背好真空 大於空氣大於水大於玻璃 這是你要背的事情 就是所關於光速的部分 第一個你要背就是光速有多快 每秒三乘以十的八十方公尺 你第二個要背的事情就是 光速的快慢叫做 真空大於空氣大於水大於玻璃 這我未來要用的 OK assault鬼 過 过 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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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